大家好,我叫Brenda Hi,我叫潘沛 今天不如我們說一些juicy的東西 說一些美容的黑平市,好嗎? 這個故事發生在我七年前 當時我是做一間脫毛公司的 嗯,七年前嘛 七年前 暮露了自己 當時其實也有很多脫毛公司 我去了一間脫毛公司 我全天一直在脫毛 手、腳、Bikini 全都在脫毛 當時脫毛的機器是比較舊式的 你們現在就這樣掃射 不用下脫毛 那時候我是要下脫毛 然後就這樣脫毛 那一天我脫了很多個 有個經理就說 這個客人不如你先去脫毛 再加單 他本身有面毛,叫我再加單 我說好 那我如時就去跟他設定 說一說完 你知道我不黑色 他不買就算了 就算了 我就出來說 經理 那客人不買 哦,是嗎? 嗯,不要緊啦 也沒辦法了 可以怎樣 你就想 如果不然哪有美容黑歷史廳 那是,你說呢 然後那個經理就說 哦,他不買嗎? 嗯,你用那些舊的Gel 幫他脫毛 蛤? 用那些舊的Gel 幫他脫毛 即是你之前用過的 是啊 是啊 你想像吧 我們脫毛了 就是很多Gel 脫毛了 然後那個棒就刮走 即是割下那個 說你鬥了 對 對 他斷完手臂就刮下去 嗯 但你想像呢 那些Gel 是有無限那麼多客人的體毛 有 underarm 臉毛 手 腳 比堅尼 什麼毛都有的 哎呀 然後你怎麼這樣說 我想鬆手啊 好像真的有多Gel 然後那個經理叫我 用那些Gel 幫客人脫面毛 嗯 嗯 嘩 真的好 哎呀我不想你做這個 哈哈 當然我當然沒有做 而且會射的 不是 做些不是射 做些是有菌 對不對 當然 有菌 即是覺得有很多客人的毛 有菌 哇 當然我是沒有做 我真的絕對做不到這件事 太沒良心了 當然 我完事之後就用一些正常Gel 因為經理不會檢查我有沒有用髒了 嗯 當然我知道那時候找公司的同事有這樣做 蛤 真的有人這樣做嗎 真的有 因為他們懶得 他們就打算刮那些Gel幫客人脫 哇 就不用倒進玻璃盆再洗 對 對 對 這個事件是怎樣呢 就是 她的同事 早上 她就 搓Gel 也是 搓Gel 然後 同事就搓到很大 很大 有生仔 然後 她就說 我先做事 我做事先 很威嚴 對 她真的 我做事先 這樣拿下去 然後 我同事就說 你拿這麼多Gel做甚麼 因為很浪費 然後她就說 做客人 今天是全日的 然後我同事說 全日用這碗Gel 她說是 但她就不是說 好像你那個情況就是 我用完一個下就掛下去 用完一個下就掛下去 她就不是 她就可能 你用完 我這裏塗一些 三分一是你用的 她就扔掉了 然後 剩下的二分一 可能是我用 這樣就再扔掉 剩下的那個 最後是客人 她就不用重複去塗一些Gel 那也有份 對 因為那個棒是重複用的 對 我覺得不行 好像之後 她那個 情況是有改善 因為那個公司 有更新的同事 對 那就會再扔掉 更新的 還有 大家要想像 知道一件事 就是 我們的Gel 可能是透明的 對嗎 但如果你用過的Gel 掛出來 就會白色 對 會白一點 所以大家 將來脫毛的時候 留意一下 Gel有沒有白一點 如果白一點 你真的好像買白色 對 那就真的 用過的 一定用過的 對 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 有很多 我隔天中說給大家聽 我也很想去答案 所以你們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就有很多故事聽了 對 或者可以在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去問我們也可以 WhatsApp 我們也沒問題 對 問我們一些別的問題 在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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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